第一個問題 都是有關梁特首的 有網友問 是不是梁振英得罪了地產霸權 所以寸步難行 為什麼港人港地這麼快收起呢 他得罪人 人家都不買去堆 是吧 他得罪人 你香港的地產霸權 每個都養了十個八個議員 你現在香港的制度不健康的 你應該要公佈你哪些議員 就不准做那些上去公司的董事就行了 是吧 個個都准做那些非執行獨立董事 個個知董事無金 不是顧問 是啊 最流行是顧問 那你那些地產商 養了一堆人 又有一堆公務員有利益 你在水事人為頭 大隊的了 個個有利益 官商勾結 那你梁振英買去 那些東西 那些大集團又有幾張報紙 有些有電視台都有 是吧 你那個九聰都有 又有錢 有 你家那些又有電台 是吧 是吧 好 加上那些議員 公務員 傳媒 來動你 你一定會死 所以梁振英是難做的 還有你難做 如果你一個人聰明 真是光正 公正的話 那些班底好 那些人就會轉到催眠帳 好 那你亂參搞政策 要不要講港人講地 你講頂的 建居屋就搞定了 建居屋都是香港人買的 你多餘的 是不是脫褲放屁 建居屋 建居屋就是多人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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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居屋就搞定了 建居屋就搞定了 沒有 他們看到真是很低能的人 我們都跌眼鏡 看不到梁先生是這麼低能 是啊 跌眼鏡 你之前都不覺得這麼低能嗎 看不到低能到這麼肉 哦 哦 因為你一到他一選兵 我就知道就糟糕了 李鎮讀書你都學人看上書 陳茂波啊 吳克劍啊 張鎮遠之流 張志剛之流 這些人你怎麼用得身邊 柳夢熊之流 你拉閘這樣的人 站在身邊你都一定死了 那就是看他這個人真是低能 低能的話他很難捱下去 那幾年 有一個出來講話沒有了 口震震 目高目震震 完全不是說空有成竹的 是不是 就是看著他替他可憐 他做不到這位的 沒有屁股嘛 他那個人的傷 好 是